已經找不出來 然後還要再賠錢 劉小姐忍不住哽咽 因為她怎麼也沒想到 自己本著缺錢急需貸款 但現在錢沒拿到 還意外多了一筆車貸 我有跟她講我不會開車 我車子過年的時候 擋到人家工地要施工 我也沒辦法去開我 坐在駕駛座 劉小姐一臉茫然 因為她根本不會開車 但現在公司卻疑似看準 她有信用瑕疵 必須賣車養信用為由 要她以高於試駕兩倍的金額 購買二手車 5月1號要繳 可是我5月1號沒有繳 我要繳的金額是8350 這台車領10年 試駕11萬元的二手進口車 劉小姐卻花了28萬元 掉進債務漩渦 事後她發現被害人不只她 租出去只有租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她只有補貼 一開始兩個月6千塊 那你這樣子 我接下來車貸我要怎麼繳 我就繳不出來啦 然後她就說 沒有 那車子是你自己的 我覺得這家公司 光名稱還有它的宣傳單 我就覺得讓人很起疑鬥 然後它的宣傳單裡面 甚至還有寫銀行貸款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真的很容易讓人家 誤以為它就是一家銀行 遭指控夾信貸真詐騙 業者第一時間出面澄清 那這當時 在法院就已經講過一遍了 那法院認為這些是合法的 那我就不會再說太多的回應 業者否認被刑詐騙 標示一切按照程序走 但銀行不合款 不在它的控制範圍 雙方準備對付公堂 釐清真相 但對投訴人來說 錢沒到債先來 有人本就欠了50萬元 現在再加上40多萬元的車貸 近百萬元的財務缺口 無疑是雪上加霜 接著徐維文 詹景成 SA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